这要从我们的这个防颤的发病机制说起 防颤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危及人类健康的一个恶性的心理市场 那么他呢 什么样子的人 就从他的病因上说呢 很多有气质性心脏病的病人 最终呢他就容易发展为防颤 还有一些病人呢 他也是反复的出现防颤 但是呢发现他的心脏从结构上说 我们结构上检查 并没有发现有严重的一些气质性的一些病变 但是为什么他也反复出现防颤呢 这些呢都是一些前沿性的一些观点 就是说发现这个防颤患者的体内 它的沿性因子真高 它的这个交感神经和弥走神经 对这个心脏的这个支配的这个协调性不足 那么无论是何种原因 那么防颤的患者呢 他都会出现一些严重的一些病发症 比如说快速性防颤的时候 因为他血流动力血稳断 他会加重心衰 或者加重心肌的缺血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中医治疗呢 我们就要根据他不同的病因采取不同的治疗 比如因为这个心脏缺血引起的这种心肝颤动呢 我们可以给他用这种生脉影加这个硅脂腹临丸 用这个方法来治疗 或者呢 或者是因为这个 或者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引起的这种心肝颤动呢 我们也给他用一些中药的一些 这个不易肝肾 或者是抑制肝阳上抗的这么一个方法呢 然后再加上一些调节 心脏节律的一些中药呢 来给他治疗防颤 都可以达到一些非常好的效果 还有就是有快慢综合症 就是一块快一块慢 病人特别难受 但是这个时候用西药效果不好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中药来治疗 效果都非常理想